欢迎回来 乌克兰东部局势紧张 原本应该要生效的明斯克停火协议 是完全没有办法履行 因为周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和平游行 是再次遭到了亲俄叛军的炸弹袭击 停火渺茫 那么请看我们来自记者安娜在乌克兰的报道 哈尔科夫的爆炸事件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乌克兰安全局逮捕了四名嫌犯 并缴获了包括火箭发射器在内的多种武器 也做了冲撑从反应的火箭发射器 在厅房间 厅房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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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其他人的最多人 民主党们都说了 他们预计在24月20日的火箭发射器 公司的庆布答案 这些评论只能以后可以证明了 对于明斯克停火协议至今没有得到旅行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马勒斯认为 真正的原因在于没能解决乌克兰的民主化改革问题 新唐人记者安娜 杨立新 欧洲报道